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位书屋,我是志恒,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 婚姻生活是一门需要永久学习的学问,而其中的沟通、语言艺术以及婆媳关系更是一门深奥的课程。 有的人婚姻幸福美满,便是因为从中受益匪浅,让自己在舍灿莲花的同时,更让家庭的氛围舒心而美好,相反,则会轻易地让婚姻陷入不可挽回的局面。 关于婚姻中的故事更是千姿百态,即使是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也不例外。 我们不妨来看看身边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。 老公是个诚实本分善良的人,就像他天生的好脾气一样,对他人也始终宽宏大量,而对自己的家人更是亲其所有的好。 而我之所以嫁给老公,多半也是因为喜欢他的脾气,不过最后却万万没想到,也正是因为这种好脾气,我们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。 我们结婚以后是在外面租的房子,因为婆婆家哥嫂已经住进去了,所以我和老公也不好再与婆婆同住。 我曾经也提过和老公去和父母一起住,不过老公却不同意,说如果她去我家住了,就像上门女婿一样。 于是无奈之下,我也只有和她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住。 我和老公每个月拿着固定的工资过日子,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有一万块钱。 每个月我们都会存五千块,以便以后的不时之需。 虽然日子过得平凡,却也充实,我们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着期待。 相信只要共同努力,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。 没想到,婆婆却突然要我们每个月给她三千块钱的生活费。 我原本并不想答应,不过老公却说,婆婆养育她不容易,于是最后便答应了。 婆婆确实不容易,一个人带大两个儿子,这老了,想想轻浮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 但我一年前刚刚查出来不能生育,而嫂子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,一男一女,因此婆婆偏心割嫂一家,我也不好说什么。 我和老公每个月仍然会去看婆婆,但每次她都不会给我好脸色看,我却不好发作,于是吃了饭便和老公回家了。 走之前,总能看到婆婆和哥嫂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。 我看着心里十分难受,却也无可奈何。 过年之前,我和老公的买房钱也存了一部分了。 就在我们想去看房的时候,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,她的房子正好想转卖,而且是装修过的,这让我十分激动。 她因为急需用钱,所以卖得也很廉价。 于是我立马和老公商量,她也心动了。 不过我们的钱还差十万,和老公商量后决定,问我娘家和婆婆各借一点。 母亲二话不说,借给了我七万。 我晓得这是母亲所有的养老钱了,却毫不犹豫地全部拿给了我,我很感动。 之后我又问婆婆借还差了三万。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婆婆并不愿意借给我们。 她直接对我说,她要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嫂子。 我要借钱就去问嫂子。 万般无奈之下,我又厚着脸皮去找嫂子借钱。 嫂子冷哼一声说,你们都要买新房子,我们还一直住在这个旧房子里,我们怎么会有钱借给你们? 看到这样的一家人,虽然当天正是除夕,我却感到了很心寒。 我从婆婆家出来以后便给老公打电话,我听到老公的声音,就哭了起来。 老公着急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,我说见面再说。 见面后,我就把这件事情给老公说了。 老公陷入了沉默之中,我问老公怎么办? 老公说,让我等等他,一会儿就回来。 我不放心,要跟着他去,他看我一眼便答应了。 老公带我去了婆婆家,可是却没有问婆婆任何事情。 我在旁边不停地旁敲侧击,老公却始终没有说。 晚上大家一起吃完年夜饭都睡下了,我却辗转难眠。 面对老公也没有好脸色。 半夜醒来准备上厕所的时候,发现老公竟然不知去向。 我便起床去找。 没想到,无意中却听到了婆婆与老公正在说话。 只听见老公问婆婆,是不是把全部的财产都给了嫂子。 婆婆一脸冷漠地说是的。 老公问,那你上礼拜借我十万块钱,说要给哥哥的公司周转一下,并说这个礼拜还我,现在你有钱了吗? 婆婆看着老公,说没钱还,你给家人一点钱怎么了?这点钱也要斤斤计较。 老公听到婆婆的话气得抓耳挠腮,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。 冲出去看着老公,不可思议地说,你什么时候从我们存款里拿了十万块借给婆婆的? 老公看着我无奈地说,我妈那天在我面前哭了半天,还保证这个礼拜就还,我不忍心就借给她了。 我想问老公,你家里人是怎样的,你不了解吗? 第二天,大年初一一大早,我便回了出租屋,思前想后几天,我便提出了离婚。 老公的脾气太过老实,就算他明明知道他的家人是怎样的,却还是选择了一再放纵,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。 老公把家里剩下的存款都给了我,我接受了,因为我知道,如果放在他身上,迟早又会被他的家里人想方设法拿去。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,我和老公有很深的感情基础,现在结婚五年多,孩子也三岁了。 虽然平时免不了有小矛盾,但总体而言还是很幸福的。 就算生了孩子之后,我不想让婆婆来照顾,怕产生矛盾。 老公也完全尊重我的想法,一直由我的父母来帮助我照顾孩子。 过年的时候,因为老家有事,我爸妈便回去了,于是婆婆临时来帮忙照顾几天。 来了有半个月了,我们一直都处得很不错。 除夕晚上,老公说有应酬回家会很晚,我就带孩子先睡下了。 半夜我醒来上厕所,快走到客厅的时候,无意中听到老公正在和婆婆聊天。 我一时起了好奇心,便站在门口听了听,没想到这一听吓一跳。 我听到老公一直向婆婆抱怨,我的父母如何如何不好,我明显听出她的不满情绪。 她说我爸散门大,说话完全不注意文明用语,说我妈做菜太咸,总是放很多酱油,对孩子的发育不好。 还说她觉得心累,就想借机出去应酬,晚些回家正好放松放松。 婆婆的声音很小,具体听不清说了些什么,似乎正在安慰我老公。 我很生气,我承认我爸妈是有些不好的习惯,我也给他们说过,但毕竟年龄大了,很难改正。 最令我生气的是,她有意见,为什么不能当着我的面说,背地里的跟她妈吐槽算怎么回事。 第二天一大早,我什么也没说,便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 在家里的几天,我一个人想了很多,我突然觉得自己其实并不了解她,我甚至觉得连看她都觉得陌生了,我真的很迷茫。 难道这么久以来,她的幸福一直都是伪装的吗? 夫妻之间如果不能够做到坦诚相待,还怎么继续走下去? 婚姻生活难免磕磕绊绊,谁也不会一帆风顺,但是相互地宽容理解,坦诚相待,却显得尤其重要。 不管怎样,在一起都不容易,愿每个人都能珍惜在一起相守的缘分。 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? 好了,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。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,和之恒相约,每天不见不散。 我们一起成长,一起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